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骑着骆驼运苗带领村民沙漠上造林 孩子差点生在沙坑里 遍地英雄走进一位普通农妇宝秀兰 讲述他和村民不屈不挠 自杀众树的感人故事 我叫保修兰 我从23岁开始在沙漠里种树 我今年47岁了 这二十岁来我建议一句话 我不知杀 杀知我 这一片一望无际的树林 并不是长在土地里 而是种植在沙漠上的 没有人能够想象 原本茫茫沙丘的穷村 二十年间变成绿树成荫的富裕村 完成这一撞举的 就是这个女人 保修兰 内蒙古自治区 奈曼齐包头嘎茶党支部书记 从一个远嫁过来的农妇 到享誉全国的防杀制杀飙兵 保修兰走过一段传奇人生 其实我也是卑鄙的 比着我们走 我们去哪儿 谁能要我们 必须我们先制伤 奈曼齐 位于内蒙古通辽市西南部 克尔沁沙地南远 四季风沙飞舞 遮天蔽日 保修兰来到这里 源于一次相亲 1992年 父母给22岁的她 订了一门亲事 保修兰 羞搭搭地跟着媒人 去一百里地以外的 包头嘎茶订亲 可是没想到 这条路如此艰难 骑着马走不到 又换成骑骆驼 越走越苍凉 她的心也跟着 越来越失望 走了一天 又热又渴的 没想到 下午两点多钟 到地方来 设施一个沙空子里的 一个四间的房 他们家门口站着 十多个人 一见钟情的南方 当天就办起了定亲烟 与南方家欢天喜地的 风味相反 保修兰站在门外 哭了半天 就是不肯进这家的门 不是一般的害怕 我都敢 在他们家门口站着 不敢上屋来 就感觉就是 这个沙子里一来 就是想飞都飞过去的 那种感觉 带着很多不如意 1993年 保修兰还是嫁给了这个 只见过一次面的男人 从此住到了这个窝在沙坑里的新家 然而令他感到诧异的是 吃饭碗里伴着沙子 睡觉被窝里搂的都是沙子 更让保修兰无法接受的是 贫穷与饥饿 种点地 出苗来的时候就拍死了 真靠这个半目的小妹 十多个人吃 一年没一头牛 上班到了这里买点米 拿回来吃 沙多地少是包头嘎茶的真实写照 全家半亩沙化地 每年能收获几颗麦子 谁都不知道 所以粮食不够吃 一般沙漠地区都靠养殖牛羊为生 可这里草料十分匮乏 没粮没草不敢多养 必须改变 把沙制服了就解决了根本 于是保修兰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种树 他为自己的这个想法感到激动 可是却遭到无数人的嘲笑 他不笑我呢 就不吓就等你嘛 连地都种不了 种树根本种不活 没希望呢 村民们几倍人在这里生活 他们深信这里种树 一定会被沙子埋死 根本活不了 瞎折腾还不如认命 说服不了别人 保修兰跟丈夫又哭又闹 一闹就是两言 不种树掉这块待不了的时候 我就好不容易娶个媳妇 能这样就是走掉 我就真别干了嘛 其实陈铁柱同意陪她种树 一是想哄着媳妇高兴 二是有她自己的小算盘 1995年春天 保修兰已经怀孕九个月 眼看就要到了预产期 算上坐月子的时间 植树的季节也过去了 生了孩子的女人 都忙着照料孩子 或许她就不再折腾了 但是她没有想到 保修兰居然挺着大肚子 拉着她 牵着骆驼 跑到一百多里外的娘家 要来一千二百棵杨树苗 准备回村种树 然而返程路上 这个即将临盆的孕妇 居然从骆驼上掉下来两次 肚子一阵阵剧痛 害怕了 我以为是流产人呢 那天晚上就是 开始就是喝水了 喝水了第二天晚上 六点都剩了 折腾了一夜 第二天保修兰生下了女儿 出为人妇的陈铁柱 高兴地忙前忙后 看到母女平安 她赶忙跑到沙地里 把妻子费尽周折 帮回来的树苗 找到被封的地块 全都种了下去 并向妻子做了汇报 坐月子一个月后 保修兰匆忙忙跑出去一看 心里乐开了花 树苗全都成活了 她像照顾女儿一样 照顾起这些小树苗 经过两年的誓言 一百多亩杨树 全部成活了 这给保修兰无穷的信心 沙漠种树可以成活 给了保修兰大面积种树的胆量 她发现杨树抗逆性较强 虽然可以活 但对防风固沙 效果并不理想 杨树 这一棵它就是一棵 这它效果的不那么好 能不能有一种树 种下一棵 能长出好几棵呢 保修兰四处打听 终于听说 五十里地外的一个村子里 有一种灌木叫黄柳 完全能够满足它的要求 没钱买苗 它只好硬着头皮和人家药 好话说尽 终于求来了十几棍树面 这让它如获至宝 这个是黄柳 一棵黄柳 再来以后 但是第二年第三年 我们必须得平查 下半一棵变成十棵 十棵变成几十棵 黄柳的枝条砍过一次 第二年会发出更多的心智 而砍下来的枝条 又可以当成种苗再重 既是防风固沙的上好选择 又能节省种植成本 有了黄柳这棵幸运树 保修兰的底气更足了 1997年 它承包两千五百亩荒漠 正式向沙漠进军 从此无边的荒漠上 有了两个渺小的身影 它们一起绝强地挖坑种树 保修兰更是把多年来 贫穷的生活 带给它的压抑 委屈 都发泄到荒漠之中 有的人生气的时候 待着啊 爬着不起来 我没有 我越生气越干 越生气越干 在的时候我就跟这个黄柳说 我说看你长不长 先看你最好是长起来 别让我浪费时间 我就是一个人风刷着这里 那种嘴里说说 跟你在外边干活 保修兰发疯式的种树 所得的收获 常常如同荒漠中的一粒沙 一阵风吹来 留不下太多痕迹 练苗 练根子都刮出了 所以说你风大的时候 一大部分就是瓜子 苗不远活 村里人看着两个 像傻子一样的人 每天去沙漠种树 都议论纷纷 觉得他们天天盯着风沙 在沙漠里白费力气 他天天种树 感觉是风了时的 傻子的天天去 真的那么瞎麻烦 我们也能说得真的 闲言岁语听多了 如同耳旁风 宝秀兰依然每天去种树 风沙把树苗埋了 它再种上 埋了再种 坚持总会得到汇报 一个月后 第一批黄柳终于发芽了 可还没有来得及高兴 意想不到的事情又发生了 一天的火 肯定一帮牛来 一个点就给你火进了 干一天的 第二天来的都灭了 这能干涂吗 沙漠中养殖的牛羊 常年食不果腹 它们大口地啃食着 新发的嫩芽和枝条 这让保秀兰十分心痛 干人家牛啊 沙子里跑啊 满脸通红 冷静下来之后 保秀兰又绝静地 把那些残损的树苗 捡回来重新种上 丈夫陈铁柱 想兰都兰不住 生气的名字啊 他才中 才中 我就跟他妈妈一样 说了很多次 他就不管 还得掉 他还得去 一棵树上 有一根绿叶 我就心满足 我的劳动一百费 五年的时间 种树制杀 保秀兰想靠种树制腹 改变环境的梦想 没有实现 贫穷的生活 不但毫无改变 甚至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那时候说我们家孩子才四岁 听出来 他说对妈 我吃一个瓜 我说 对不对 一分钱没有 家里连一个鸡蛋都没有 要是有一个鸡蛋 的话 也要换我 人家孩子就是跟着 跟着车跑 想吃瓜 他跟着车跑 我还跟着孩子抱 到那儿 抓着孩子抱 抱起来 就他也哭 我也哭 人家还我 他没法起 一个是几个小子 为了度过眼下的难关 丈夫想尽各种办法打工 终于赚到了40元钱 要给全家人改善生活 买了五单放面回来的 但那时候就我们俩就说过 我们俩努力 努力 才努力 再好好过 啥时候挣着钱都没得 方面 只先吃饱方面 为什么拼尽全力 止杀却无法摆脱贫困呢 宝秀兰左思右想 明白了一个道理 止杀这事靠自己不行 正当他发愁 怎么发动村民的时候 忽然发现 自己的林子里 总是有些异样 原来他们五年来种下的三四百亩黄柳 虽然在沙漠里并不显眼 可那久违的绿色却吸引了村民的目光 保修兰中的树不光活了 还连片成林 这个消息就像是一阵风 把大部分村民的心 吹得活了起来 必须要抓住机会发动打架 他兴奋地奔跑起来 走村串臀 挨家挨户 指导乡亲们种树 第二年 带动的首批村民 栽种的几百亩沙地 满眼绿色 这让更多村民看到了希望 我家通共是有将近两千亩吧 就是四季 慢慢一年一年就种点种点 果然大家发现 村里的风真的小了 风沙肆虐的情况明显少了许多 家里的锅台沙力没有了 睡觉的被窝里 再也摸不到沙子了 一开始就是害怕风大 中不了 现在那家都有中国四五十亩地 风沙小了 田地多了 苦日子真的要熬到头来 宝秀兰看着乡亲们的笑容 她感觉信心倍增 自己家的小日子也开始好转 2005年宝秀兰又开始了另一项事业 加大力度发展养殖业 他贷款买了四十只羊 三年繁殖到五百只 全家人终于过上来 吃穿不愁的生活 我能吃穿不愁的 还换我的日本 你吃穿不饭 一口吃饭 你一口吃饭 这十只一个咱们都得了 哪怕是呀 只杀过上好日子的目标实现了 宝秀兰种树的脚步没有停歇 2010年 宝秀兰承包的2500亩黄沙 已经全部治理完成 又决定向沙漠发起新一轮抢工 钱从哪里来呢 他卖了家里的羊再次承包荒摊 买苗大规模机械化种植 四美校我的时候 啥说的都有也投钱 那就是证明啥 你那些田舞隔着的话 现在周路坊可以开好车 可以是吗 但是不能现在值得拿 有了多年制杀经验的宝秀兰神枝 他们所在的是流沙区 地形地某随风而动 必须全部种上树 把沙子固定住 否则风沙依然会将这些成活的树木吞噬干净 此时政府提出造林五千亩的任务 一次种植五千亩 从来没有种植过这么大面积的宝秀兰 被深深吸引了 他不顾一切决定自己来完成这个任务 一周后树苗都被整整齐齐地种在了沙地上 可近百人的工资却没有钱发 怎么办 那一年刚好赶上大旱 草料不足 他家的羊长得并不肥壮 再加上当时正是羊价低谷 为了让打工的村民春节前拿到工资 他们不得已把所有的羊低价甩卖 上面都是羊才为了六万多钱 那时候我就整整有点 很长时间又跟他秘密杀掉 其实 今天是他傻都没有 又是又拼命地干了十年 又什么都没有了 把奋斗十年攒下的家底都掏空了 宝秀兰安慰自己 一定会换来五千亩树苗成活的喜讯 在痛苦和煎熬中等了三个月 宝秀兰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 来到五千亩造林点 眼前惨败的景象让他惊呆了 花了两个多小时啊 离开这几个苗 那时候真上线了 忽悔了 不能那么大的面积去贼 不能投那么多钱 管理人的时候我都管理不了了 管理不过来 树苗栽的是大头朝下 死得死 蔫的蔫 五千亩树苗只活了15% 搭上全部家当的宝秀兰 被残酷的现实拖入泥沼 一休一休都不睡 我真是想法 栽得起来 这个日子下 咋也得起来 日思夜响过后 宝秀兰暗暗告诉自己 只能前进 不能后退 被残是个女人 但是我打得特别大 我总来借钱 拉鸡红 我总来没有害怕过 关键是我只能干就行 能够把这个钱赚回来 总结了失败的教训 宝秀兰改变战术 发其总工 为了确保树苗都能活下来 她带领村民 耐心细致地种下每一棵苗 第二年春天 久违的嫩芽一棵棵 一片片铺满沙丘 成活率终于提高到了百分之百 2013年12月 宝秀兰获得了全国 防杀 止杀 标兵的荣誉称号 这些年宝秀兰的坚持和付出 让每个村民都看在眼里 感激在心中 她也从村民们眼中的傻女人 变成了公认的带头人 在村民们的掌声中 宝秀兰被选为 包头嘎茶的村党支部书记 有了她这个领头羊 全村共同种树制杀的势头 也越来越旺 缺钱 太钱 没钱贷款 再不够四几家东西卖 一直到现在 全部投入到二百多万 征服了荒漠的宝秀兰 并没有因此而满足 抓住国家对于农牧民补贴 逐渐增多的时机 她把工作重心 转移到村民增收致富上来 带领大伙规模化养牛 截至二零一九年底 包头嘎茶不光十一万亩杀区 全部治理完成 畜牧养殖量也增加了近十倍 二十一户贫困户已全部脱贫 全村年人均收入上万元 二十多年的努力吧 终于可以 这次的牛羊能吃饱了 老星也都吃好吃饱 过得非常幸福的日子 自己想干的事都干成的 唯独有一件事一直藏在心里 每次看到穿着漂亮裙子的女人 总忍不住要多看几眼 谁能想到能穿上裙子 竟然是宝秀兰的梦想 这些年我就是从年轻到一直到现在 我迷穿过裙子 虽然一个女人啊 迷穿过一次裙子 非常忙 把妈妈留回来又伤着 迷穿过裙子 所以很迷穿 今年不47年到50年开始 开始冲裙子 欢迎收看由正大冠名的遍地英雄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